一整個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剛剛縱向的 我希望把它全部變成橫向的 而且能夠幫我排版的話 這個地方可能需要注意 怎麼樣去把它做排版 我想到的方法 第一個 可以利用什麼呢 就是找出他應該哪裡 換行的地方 把那個規則先做出來 所以第一個 我是把剛剛輸出的這個結果 先把它 我的習慣是如果 有些東西呢 我如果要自己用想的 可能很難想出來 但是如果說我可以藉由像WORD WORD裡面有取代功能 我可以用WORD先幫我取代 幫我算完我要的東西之後 再把它改成我要寫的程式 有時候失敗率會比較低一些些 那裡面有哪一些呢 當然第一個 我把這邊 把這個剛剛的那個結果 一樣print出來 把剛剛的東西 print出來 然後做什麼呢 直接 先把它貼到那個WORD裡面 把這個 最後print出來的結果 把它貼到WORD裡面做什麼呢 因為我可能要找出規則 什麼樣的規則呢 就是呢 我可能需要什麼呢 在每一個 Enter後面幫我變成逗點 可是呢 如果說我現在呢 直接把 所有的 這個換行符號呢 改成逗點的話 那會有一些什麼 這些不應該 有沒有 取代的就被取代掉 所以我的規則是 一 我先找出 這邊有什麼呢 它的規則是 有一個換行 再加這邊有個空白 不過有些空白看不出來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那個 最簡單的功能 上面有一個什麼 顯示隱藏 這個可能要按下去 你可以看一下細節 那你會發現喔 它的規則是 一個換行 加一個空白 加一個換行 再加一個換 再加一個換 再加一個 這個地方需要增加一個Enter 那可是問題喔 我為了避免說讓它 直接就幫我整個取代掉 所以我先把什麼 把這個先記下來 一個Enter 空白 加兩個Enter 先把它轉成什麼 先轉成 我用小老鼠了 習慣是把這個先記下來 變成小老鼠符號 這邊等下換行喔 然後呢 再來什麼 再來就是這邊 這有兩個 兩個要變一個 所以把兩個Enter 變成一個換行 然後呢 這個有四個 四個變成一個換行 我跟你講 那這兩個變一個換行 然後這個四個換行 變成一個小老鼠符號 其他的話呢 大概就是用這樣 先把這些 該記的先記下來 所以呢 我寫出來 我這邊有那個 那個把它照相 我這邊取代 我們直接先 這邊來看一下 所以呢 我用WORD 先用那個取代的方法 那我這邊有照相 那特別注意喔 這邊有一個比較進階的功能 不知道各位熟不熟WORD 裡面呢 如果說你要換行符號 它有一個 這個符號加一個P 所以基本上我可以 如果說我要把這個 取代 我可以按CtrlH 那換行符號的話 CtrlH或者是從常用裡面 這邊有一個編輯取代 OK 跳出來了 那你可以從這邊有一個更多的功能 找到什麼呢 找到上面是 格式裡面有一個什麼 我跟你講 指定方式 段落標記 或者是你打一個這個符號也可以 這個是換行 空一格 空一格 OK 然後 再換行 所以這邊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假設我今天先把這個 先空白 然後 一個換行加一個 空白 然後再加兩個 取代成什麼 取代你小老鼠 這第一招 第一步 OK 全部取代 第二個的話呢 再把什麼呢 再把這四個保留 四個 所以這邊的話 一樣 就是把這邊 三個換行 全部取代 OK 先把它保留 那還有什麼呢 我看一下 因為這邊 步驟實在有點多 我是把它用這個方法 歸納出來 就是 所以在那個Python裡面 換行是斜線N 然後這個先取代成一個小老鼠 這個再取代小老鼠 然後呢 再把什麼呢 再把這個換行 取代成斗點 這邊底下有 還有兩個變成一個 所以兩個變一個的話呢 就把兩個 換成一個 因為這邊有那個什麼 台泥這個 這個兩個把它改成一個 全部取代 OK 然後最後的話呢 才是把什麼 把這個換行 變成一個斗點 不然的話 如果你沒有先做的話 它會變成 多好幾個斗點出來 把它全部取代 OK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全部 幫我加上斗點了 加完斗點之後的話呢 再來什麼 再來把小老鼠 再轉成換行 所以再把它轉回來就對了 所以你看看 剛剛那個小老鼠做什麼 就是為了保留什麼 保留原來的換行 讓它留下來 那做完之後的話 基本上看到的結果 就會是我們要的 我看一下基本上 其他 那 最後的話 這個 為什麼會 這個地方我遮好 主要是因為這個字 太大了 所以把這個字的大小 把它調一下 調小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 字在調十號字 你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呢 我們看到的結果呢 就會是我們要的 因為電腦在跑太慢 所以可能要delay一下下 但是呢 最後呢 還有一些 可能是 什麼 豆點加選擇 還有加那個 豆點不要 所以這個可以把它去掉 另外還有最後這個 這個豆點可以把它拿掉 那所以呢 我把剛剛的動作 改成那個 Python裡面 基本上就是這一串 基本上把它拿掉 那你會發現剛剛做的動作 換行 空白 有沒有 那如果說我全部把它做完之後 把它輸出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 主要是 Word裡面好處是模擬一下 模擬出我要的效果 再把程式改寫 那改寫的方法主要是利用什麼 repress的這個方法 取代什麼 有沒有 把剛剛的換行符號 改成反斜線N 應該是 這個 反斜線N 然後再動作都做一遍 把它放在程式裡 你會發現呢 它就會顯示出剛剛在Word的結果 不過呢 最後 前面四個字 我不要 後面一個字 我不要的話 那你可以再針對 這個字串輸出的時候 加一個中瓜糊 那我要輸出的是 從第五個字開始 所以你輸入4 到 總共的字數 LEN 把它怎麼樣 減1就可以了 LEN給S 把總長度呢 最後那個字不要 減掉 這樣的方式呢 就可以把前面的這幾個字去掉 後面這一個字去掉 OK 把它執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有沒有 後面這個字不見了啦 有沒有 然後呢 前面這幾個四個字也不見了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做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大概這樣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啦 只是說 你還是要模擬一下 以後的話呢 主要是排版 那為什麼要用豆點取代 因為豆點取代 如果可以的話 那以後要丟到SQLite就很簡單了 有沒有 前面不是很多那個CSV嗎 你可以再把它Split 再丟進去 不就OK了嗎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 剛剛做完的程式 雲端上也有放 所以 這個因為今天 大概超過一點時間 所以我們 就把那個Yahoo部分 那Yahoo這個部分呢 比較麻煩是說 因為這個網站 它是比較早期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 編碼方式居然是CP950 這個是真的比較少見 第二個是 它裡面居然沒有class 第三個就是說 它要輸出的時候呢 它的換行那個怎麼處理 這個都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可能在 那個 書裡面 書裡面沒有這一題 這個是 我自己想的一種 什麼比較簡單的方法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後來發現 其實最簡單的解法 用replace來做 反正你用Word取代 你就可以把那個寫出來 這招是我自己的經驗 做出來的 當然 應該還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不過其他更好的方法 你可能要付出一點代價 就是 可能要去找一些套件 或者一些外掛 那個可能又是不同的預法 寫的方法 有的時候 不見的比較簡單 那請問一下 這個水泥類股 那如果水泥類股 可以抓得下來 其他類股都可以抓下來 其他類股都可以抓下來 那其他類股抓下來 再來後面衍生性的 就把它放到那個 seqlite裡面 那去觀察每天 每天股市變化 OK 或者是說 其實網路上還有很多 甚至 甚至提供歷年的股市資料變化 這個我想 請各位 自己再試試看 OK 那今天就 先講到這裡 那 下個禮拜 記得我們就 中場休息一週 然後呢 再下下禮拜的話 可能 也許我們就 頂多再 講一下 Filebase Filebase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 先看一下 最後的話 把這個課程做個總結 然後 最後一次上課的話 就是 請各位 做個 做個 這個 這個 專案 那個什麼 分享一下你的那個吧 你的那個 做的成果 那當然你不用想太難 量力而為 你能做多少 就做多少 然後把那個畫面 拍照放在簡報裡面 跟大家做分享 那